老年人手机经常出现卡顿的情况 其实主要有三个开关没有关闭 这三个开关99%的老人都是找不到的 因为它隐藏的很深 其实我们的手机速度的快与慢 主要是两个原因决定的 一个就是运行的内存 运行内存就是我们手机自带的软件 或者是我们下载的各种APP软件 运行内存有四个G的 有六个G的 还有八个G的 比如说我这个手机是256个G 那它运行的内存就是八个G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存储内存 也就是说我们下载的文件啊 照片啊 视频啊 这些东西 这两个方面一起决定了 我们的手机速度是快是慢 那这两个方面释放的内存越大 我们的手机肯定就运行的越快了 那解决手机存储内存 我们都会进行清理 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老人也都知道 那么运行内存里边我们也学会了 就是少下载一些应用软件 不下载应用软件 或者是这些软件 我就禁止它自动启动 这都可以 但是这种情况下都解决了 我的手机还是很慢 怎么办呢 就要关掉后面这三个开关 今天我就一步一步的来教您 您要看仔细咯 找到设置 找到关于手机 点击进入 找到版本号 点击 连续点击多次 出现提示 以处于开发者模式 然后返回 点击系统与更新 向下滑动 找到 这三个开关 窗口动画缩放 过度动画缩放 动画程序时长调整 这三个开关 原始的数值显示的是 一倍的速度 现在我们要把它调整 关闭动画 或者是数字选在 0.5%也可以 这些您都学会了吗 如果您学会了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